施明德說當年美麗島事件 辯護律師幾乎都是特務 那請問院長的回應 我一生坦蕩 備受檢驗 可受公平 當年的辯護律師群其實當時都非常年輕 有家有小 國民黨換話說誰敢為叛徒辯護 誰就是叛徒的同路人 但這些年輕律師們 卻都第一次去登記軍法辯護 站上軍事法庭 藉由法庭辯護的過程 讓被告的主張信仰及混鬥 讓國內外非常清楚一字一句的顯露出來 推開整個國民黨掩蓋的真相 極狂言 激起海內外民主澎湃的浪潮 推開民主的大門 市政記載 可供檢驗 理論 都已到了 感谢观看